大家好,我是乔夫 今天这两天是被咱家老乔家披露了几天 今天又接着老乔家的电话说家里有条狗 四十公斤,八十斤热肉,问我一天喂几顿,一顿喂几斤比较合适 他撑一下,然后喂狗 我跟他讲,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确定的 然后老铁人又比较着急,说看你养骨养的好,狗喂的比较好 然后就像请了一点事,你还尝尝叶子不告诉我 其实我是真的没有说尝尝叶子 喂狗啊,这个狗的体重跟食量的不成 正比我还写了,这个东西没法搞 所以说呢,今天为了跟咱家老乔家探讨这个话题了 今天咱们用旋风和翠花跟大家对比一下 跟大家解释这种状态 这个狗啊,没有说哪一个体重上狗一天喂多少斤肉 多少斤狗羊 是合适的,不是这样的 只要看狗的状态 而行的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 再早期我喂狗的时候也想着把一个东西它给一个数字化 或者百分之几,或者说几斤几两 这样的话可能喂狗的时候比较好控制 就像之前一起喂狗的小宝贝也有很多比较讲究的 一条小口,一条喂几勺 每一条小口都那么稀 其实这个事情是不这样做的 咱们今天来聊这个事 主题呢就是说 这个狗该怎么喂,该喂多少 好不好 咱们今天就拿旋风和翠花两条狗 来跟大家对比 来跟大家看到底是喂多少合适 好吧 开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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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看 渴虎 开尾了 为了更直观一些,今天安闭用一个盆子嘩 未森风和翠花 旋风,先给篡 discipl变来了 来查一下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六块 七块 八块 八块的话 大约是 八块 大概是一个半几件 多一点点 所以我问你 找事 找事 你搞的一种 来 小木 上 大家看小木 小木 车外 大家看小木 根据它近视 每条狗近视速度不一样 根据它近视速度的变化 来判断这条狗吃多少 好吧 你肯定进食速度 旋风是没有 水花快的 就这种正常进食速度 看旋风的正常的进食速度 等它的进食速度 慢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帮它吃了 大家看 大家看旋风和翠花哪个肥一点 它们的体重 目前看旋风有100 不知道有没有100 100多吧 然后 脆花呢 也就80来斤 就看它们适量对比 大家能清晰的感觉到 其实这个狗吃多少 跟它 起床 比我们是成正品的 它们吃的比较慢 大家等一会 旋风的状态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我感觉我好像遇到很多次了 这个大家老体要问我狗该喂多少比较合适 一直也没有跟大家回答过这种情况 今天希望通过控制他们这种食料 让大家能感觉到这些狗的食料 跟体重一般不是从层比关系的 这是每条狗的个体不一样 重点是找到这个个体该如何控制它的食料 它的食料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不是说吃的越多越肥 也不是说吃的越少越肥 那肯定的 看旋风旋风的进食速度稍微变慢了一点 从刚开始上去一口就掉一个 从到现在开始挑挑简简 挑哪一块 基本上说明它的进食已经进入到维生了 起码是我让它的进食进入尾声了 看旋风转盆了啊 你只要现在不回来吃麻烦转盆了啊 好 还可以吃哈 诶 开始分信了 开始分信了 那中 cry 哦 哦 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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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鲲鱼基本上白了 鲲鱼吃的东西 鲲鱼鱼 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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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鲲鱼鱼 鲲鱼鱼鱼 四目一带吧 要不要再来一块 去吧 行了啊 就吃了药 就给了啊 不再给了就这药 下方就这样了啊 看看 基本上控制旋风的健身速度啊 有这么大的变化就开始让它停时了 就不让它吃了 咱们再看一下脆花 一共砍了四个机器啊 给旋风吃了一个半多一点 剩下的两个多全是脆花的 来了啊 剩下都是两个多啊 来吧给脆花 看进食速度完全不一样吧 这个轻而说尽量的调度 咱看脆花的进食速度变慢了 会是什么样的啊 刚才一个半多一点 即将旋风的进食速度明显变慢了啊 然后看脆花 脆花吃这些东西会不会变慢啊 所以说呢 有的狗吃饭比较快 有的狗吃饭比较慢啊 不要没有一个恒定的速度 你感觉它速度的变化变化幅度啊 我说刚才旋风大家能不能直观的感觉啊 你看脆花 脆花我故意也吃这些东西 它连变慢都不会 你看一下吃两片吧 一下吃两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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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 炸水吧 我感觉啊 这些啊 也就是能轻微的感觉到脆化的进食速度 虽然变化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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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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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6 6 我只會是用2次刺激的 當然是用10元的 开始调调调调 基本上算完了 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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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调厕剪力了 再挑你今天就休息了 行了 去吧 吃完滚蛋 走吧 还得逃啊 逃上次吃了啊 这下的雨啊 第五的一脸啊 我来拍这视频 然后呢 大家能明显感觉呢 翠花比旋风还轻了20斤 明显的要比旋风要多吃了不少啊 而且呢 它们的食量啊 具体到已经我也没有称 你其实能感觉到啊 轻的那个反而吃的比较多 其实这个东西跟食量 跟体重是不成正比的 重要的是控制一下它们吃饭的速度 基本上旋风和翠花呢 就是这么大食量控制它们 吃了这种程度就不要再吃了 吃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们吃饭的状态产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从刚开始狼腾火焰到后期挑挑间点 吃饭的速度明显下降 它们呢 这顿饭就完了啊 目前呢 咱家还是在一天喂一顿 还是这种吃法啊 那个 所以说呢 关于这个狗的食量 怎么控制狗的胃啊 怎么控制狗的食量 大家能有一个清晰的感觉吗 哪儿不清晰的话 再在评论区 咱们这几天的视频啊 咱们这几天的视频一定要 把这个东西跟大家说清楚啊 一条狗到底味道合适 味道什么程度比较合适 总而言之 在我的认知中 就是为了它进食的速度 进食的状态 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后就停了啊 这顿饭就算吃完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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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